台行政团队各部门主管的名单近日陆续公布 却不见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任郑文灿的名字 有台媒报道称 赖清德希望郑文灿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一职 且已获得郑文灿的首肯 对此 蓝绿阵营的人持不同看法 副院长那个人是会不会觉得委屈 近日台行政团队各部门主管名单已陆续公布三拨 但始终没有看到台行政机构副职负责任郑文灿的名字 那我相信未来一定有他可以表现 或者是就用他长才的一个地方 和郑文灿私交不错的陈其迈表示 一定有郑文灿表现的机会 之后台媒便传出 在17号的民进党中常会后 经过赖清德主动征询 郑文灿已点头答应接任台海基会董事长 之后郑文灿也以简讯回复台媒记者 春暖花开比较重要 大家认为他是一个自中派的政治人物 那尤其他又经历了桃园市长 那以及行政院副院长的历练 那以这样的一个高度来接海基会的话 那我想是非常足以升任 绿营人士认为郑文灿经历完整 在陈水扁时期就曾出任海基会副秘书长一职 也曾担任民进党大陆事务委员会发言人 还从2018年3月起出任中华港澳支友协会会长 被认为是赖清德新行政团队向大陆释出所谓对话交流讯号 因为郑文灿的风格理性温和 这代表新政府赖清德对于中方释出的善意地出的橄榄枝 不过蓝营民带对郑文灿接台海基会董事长 一直后是否真能改善两岸关系持有疑问 海基会身为政府的白手套 如果政府的手不愿伸出来 那个手套也不会自己飘出去 国民党新民带徐宇甄则表示 郑文灿曾爆出赴澳门喝花酒的录影画面 相关传闻对其仕途伤害很大 因此赖清德让郑文灿当海基会董事长前 应先厘清澳门录影带的真伪 而且郑文灿的台大硕士论文 被台大认定是抄袭大陆资料 硕士学位因而被取消 如果以后郑文灿去大陆交流 不怕被耻笑吗 徐宇甄认为郑文灿争议连连 不适合接掌海基会 台湾媒体人黄阳明17号在脸书发文表示 2016年后海基会形同等功 除非赖清德上任后突然转向 让两岸大幅度交流 否则郑文灿若接下海基会董事 应该就要过着咸云以鹤的日子了 我们继续请教唐湘龙先生 您认为赖清德为什么要让 郑文灿接下海基会董事长 那么这对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郑文灿不是之前选市长 或者是论文本身的抄袭出了些问题 或者是被拍摄到疑似 在澳门等等有买村的行为 类似这些寒沙摄影的讯息 伤了郑文灿 否则赖清德最主要的政治对手 党内大概就是郑文灿 所以郑文灿过去在蔡英文的 蔡英文主政的期间 郑文灿在党内有个绰号叫做大阿哥 什么叫大阿哥 就是黄厨 就是蔡英文的厨备人选第一名 那你想他跟赖清德之间关系会好吗 当然不会好啊 现在当赖清德即将就任的时候 你想握他之旁 启容他人酣碎 我会把郑文灿放哪里呢 可是郑文灿终究是前朝的大阿哥 没有给郑文灿一个位置 说实在也很难度悠悠之口 大家都有位置 台湾的行政部门别的没有 位置特多 那给郑文灿啥位置呢 当了几个重要的职位 什么院长 什么重要的一些的敏感的 就是外事部门 防务部门 安全部门这些呢 都排完了 那重要的部会呢 也都排完了 没有了 所以大家就在说 那郑文灿呢 接海基会的董事长 算是一个赖清德对于郑文灿的 一个很积极 友善的正面的安排吗 绝对不会有人这样想 第一个 两岸关系 当你是赖清德 在做行政部门首长的时候 当你现在是领导人的时候 两岸关系没有希望的 两岸关系如果没有希望 谁来当海基会的董事长 没有差别 不要说郑文灿 任何人来接海基会的董事长 要在谁谁谁接海基会董事长 表示赖清德对大陆释出善意 那真的想太多了 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下面 没有任何两岸关系的 正面表述的情况下面 本来海基会的董事长 就是一个养老的位置 从来到走 除了领薪水过日之外 当做是领养老金的地方 其他的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 郑文灿也一样 所以把郑文灿摆在那个位置上面 与其说好像有一些特殊的 对于两岸关系的期待跟表达 不如认为赖清德就是在消耗郑文灿 因为在那个位置上面 既不能够仰旺 又不能够仰威 也仰不了任何的实力跟班底 在那个地方 郑文灿就是郑文灿 没有任何的作用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汤向龙先生的分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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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